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哥哥 快来陪我当鞠签 好 方才那女子跟你说什么了 你说芙蓉郡主啊 她跟我说了好多奇奇怪怪的话 我一句都听不懂 黄哥哥 芙蓉郡主她不是远在边陲吗 怎么突然到东宫来了 父皇将她赐婚于我 黄哥哥 你说什么 要和你成婚的人不是我吗 怎么突然变成芙蓉郡主了 不行 我要去找爹爹和圣上问个明白 等等 莹莹 你放心 我喜欢的人是你 娶的人 也只会是你 可是圣上赐婚不是儿戏啊 再说了 我们明明有婚约在线 为什么突然变成芙蓉了 圣上如此不守心 我定要为自己讨个公道 好了 放心吧 我会和父皇说明此事 劝他收回圣意 可我成婚的人 只能是你 真的吗 真的 我服从实验过 那我相信你哦 黄哥哥 你一定要去玩 嗯 知道了 不知七弟突然造访东宫 是为何 听闻皇兄想要调阅价格库的案卷 今日臣弟亲自送上 区区小事 还劳烦七弟 一来是送完卷 二来你我好久不见 想跟皇兄喝一杯 七弟和我不久之前才见过一面 何来好久不见 本宫今天累了 七弟还是改日再来 皇兄 请回吧 臣弟告退 禀太子 新乐器组仪式已经准备好了 好 不让我进来 难道我不会翻墙进来吗 这 três 一 arche 一 六 五 一 六 六 五 十五 八 九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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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当时你母妃病逝的时候 我吵着要去看你来着 想把我娘亲留给我的护身符送给你 但是你当时走得太急了 所以就没能见到你 今日一见 你和横哥哥 长得可一点都不像两兄弟 他的记忆莫不是回到了从前 所以不记得自己家边灭门 也不记得自己画面俗英 要刺杀谢以后 为父报仇 你跟我走 我带你去见最好的大夫 你放开 你这个人真奇怪 一上来就抓着人家的手 带人去见大夫 你才有病 怪我还同情你 和我一样失去了良心 不知道谢以后用了什么法子 令他失去记忆 他已经因若知道 自己如此待在仇人身边 一定痛苦一长 你必须跟我走 你绝对不能留在这个地方 我武功呢 我武功怎么没有了 我 他不仅失去了记忆 还失去武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算了 先等他离开再说吧 我带你去卷苏图好不好 苏图 你认识苏图啊 那你快点带我去见他 盈盈 我不是有意骗你 对不住 好 好啊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苏图啊 马上就带你去见 好 任老爷 好吃就多吃点啊 他不仅失去了武功 还失去了记忆 任老爷 你有什么方法吗 这老话说得好 老猫上锅台 闺女回娘家 那都是熟路 你带着这苏樱姑娘啊 去找些她熟悉的人 还有熟悉的东西 还有她曾经熟悉的地方 说不定你侧气 她就豁富了 这个法子好 多谢任老爷 来 试试吧 走吧 带你回家见苏图 好 林药 我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爹 路途 林药 年 海上 林药 梁药 野 海上 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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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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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